原则通过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的第十个产业 在此之前呢 人们谁能最后一个被列入十大产业之间的规划 充满了种种的猜测 当时许多人认为房地产和能源 由于其特殊的重要性最有可能入围 但是最后上榜的却是一个让不少人搞陌生的产业 物流业 那么为什么是物流就是怎样一个产业呢 崔中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对于物流能够被列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它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所以为什么物流能够作为第十大调整振兴的一个产业提出来 它在很大程度上 它支撑了其他产业的发展 所以大家说这十大调整振兴规划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有业调整振兴的规划不仅有利于物流业的调整性 也能够提高九大制造业的竞争力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从原材料到成品 一般商品加工程度的时间不超过百分之十 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处于仓储 运输 装饭 包装 配送等物流环节 物流的效率直接影响制造业的效益 物流是一个舶来词 最早出现的 由物的流通一词演化而来 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些 还是在改革地方初期 应该是老的商业部 在七八年期间到日本 让他们的流通的时候 把日本的这种物流的概念引入了 但那种国家的经济改革 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而原来我们有物资流通的说法 就把物资流通简称成物流 二十世纪五十年来 现代物流在美日欧等 得到了讯划 并称为这些国家 赢得竞争的第三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这些国家的物流行业 已经非常成熟 除了他们起步早 也与他们健全的基础设施 分不开 比如说美国在 二战结束的时候 它的这个已经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 和全国性的铁路网 而且在1990年 就有四十万个铁路 四十万个铁路 我们中国目前 总体到2008年 才八万公里 李济刚告诉记者 物流是指供应链上 全过程的计划 之协调与控制 社会物流成本 与GDP的比率 是一样一个国家 物流效率的标志 比率越低 物流效率越高 目前我国物流成本 百分之十八左右 而发达国家 占百分之十左右 美国从1980年 到二十四期末的时候 它的物流费用 占GDP从百分之十六 下降到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几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物流效率 是不断提高的 意味着它的国民 经济运营效率 是不断提高的 这可能专家学者认为 美国在二十四期 八九年 保持就是它的新经济 保持美国的 这个国家竞争优势 大的一个支撑条件 就是它的物流运营效率 物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和发速器 现代物流 现代经济发展的 规模 效率和质量 2008年 中国全社会物流的增加值 经占业业增加值的 百分之十六点五 占整个GDP的百分之六点六 物流总交易额 达到近九十万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专门做了一份 调查研究报告 从报告中我们了解到 发达国家 在发展物流业时 也都不同意地 发挥产业政策的 严重作用 欧盟制定 关税货币政策 促进货物 在全欧洲范围内 自由流动 日本 从1997年来 连续三次修订 综合物流施政大纲 不断出台 物流发展政策 美国国会1991年 通过了综合地面运输效率方案 希望利用高新技术 和合理的交通分配 提高物流的效率 不增加 天智新车 亏为何却不无期而至 大厂之子 交易正 上路怎会屡屡受罚 改头换面 东躲西藏 客车拉货 来 北中大港 长桥飞驾 铁路 什么 只能望阳心态 两路 五天里路 综调查 中国财经报道 物流不能承认 敬请关注 在国务院列出的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 只有物流业属于 这让它在十个产业当中 显得非常的特殊 也让普通的公众 开始关注这个 陌生的产业 其实呢 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着 物流产业提供的服务 比如说 你生活在北京 你吃的蔬菜 还有你 电视 都离不开物流企业的服务 然而现在 使用物流企业的日子 却不好过 文在龙 是北京 是北京的货车司机 每天 他都要将 满满一车货 运到城区中心的 一些大超市区 但北京市区 很多房 都对货车有限行 他觉得很为难 就是前后走不了 就是有时候 你说我们去 那个 这块了 有时候是二环那块 他那个 禁止收回车辆掉头 我们收回车辆掉不了头 然后走主路吧 二环主路 他又在二环边上 走主路又走不了 警察又逮我 所以我说 有时候确实 弟们 挺难受的 因为货车变形 影响了他们拉货车率 而客车不受 时间和路径的限制 因此 有很多公司 都采用 对面包车来配送 小尹说 现在 北京路面上跑的车 凡是窗户玻璃上 贴了黑模 几乎都是配送商品的车 这在业内 是个公开的秘密 经一家大型超市的后面 我们看到许多金杯车 前来送货 金杯车 你要在王府井啊 在中央呢 你要是在这个西单啊 你要拦着那金杯车 你拦十辆下来 可能至少 七辆里头装的不忍 装的是货 虽然金杯车拉货 与客货混装 违反了交通 一旦被查出 也得被罚款 无限行 配送时间 就要灵活 方便很多 所以物流工资 都是明知故犯 在这张货运通行证上 我们看到 货车通行的时间 是上午九点 到下午四点 这一段时间 但对于拉货的司机来说 如果不能及时卸货 就意味着 一天下来 只能送两套货 有的时候 跑一趟 效率十分低下 这个货运通行证 你看啊 七点到九点 不能走 下午四点到八点 这个时候我 要么呢 我赶一大早 七点钟之前 我把第一车货 拉到家里去 可是到了客户那 他呢 我的 等到他上班了 我就卸 卸完货 我才能赶回来 再拉一趟 再出去 出去 再卸货 到四点 动不了了 我就不能动 又只好 站着趴着 等到晚上八点 我再回来 一天跑两趟 最多了 货车现行 导致追车 成了拉货车 交通部门 是想通过货车的行 来缓解 长路交通堵塞的压力 可是 这样的方法 却是 敌犯 我的 最小的一个车的 集载率是12个立方米 金杯车是多少 三个立方米 所以我一个货车 可以顶多少 可以最少 是四个金杯车的 装的货量 说是 一个车 一个总长 六米 站的地方大 还是四辆金杯车 站的地方大 四辆金杯车 弹用的资源 和它的停车资源 远远 一辆货车 而四辆金杯车 所排放的污染物 也远远大于 一辆的符合国家 环保标准的绿车 这个绿色绿标车 所以这种 我们觉得 街车送货是 百害而无一利 如果物流企业 能够提高管理和效率 而且 允许 24小时运行 把每一台车的效率 发挥到极致 那么 北京城市配送的车 至少能减少一半 他们公司在去年 就有深厚的机会 2008年 北京奥运会 他们公司是 奥运的物流服务商 有了这张 不受实用 不受单双号限制的 通行证 效率比平时 高出了一倍 每一个车 能够发挥它最高的 不见得要那么多车 奥运期间 三辆绿标车 照样把北京的 奥运物流 这个通行都做了 那么这些是靠什么呢 靠一个政策 通行政策 24小时通行政策 如果24小时运行的话 只要 就你们公司只要 可能500辆车就够了 但现在要1000辆车 没错 没错 现在可能1000辆 在运行来 跟公交车一样 货车也与城市居民的 和息息相关 城市配送的车辆 几乎配送的 全市老百姓 快用的百货 如同国一样 把货车等同于公交车 事情就解释了 在日本东京 也是一个交通拥堵的城市 但也没有对城市 配送的货车 几乎限制 在日本上 很多发达国家 货车流行通行权 跟公交车是一样的 公共交通车是为了解决 整个公共交通的问题 货车是解决 货物交通的问题 它是一样的 人的流动和货物的流动 在整个城市经济生活中 它们是同一种重要 不可或缺的 所以在国外 货车的现行不多 作为这次国家 物业振兴规划的 起草者之一 他说 配送体系的建设 是物流振兴规划 九大工程里 重要的一项 零库存管理 辩计配送方式 是应该倡导的 物流方式 国家有关部门 应该研究一个 配送的车型 来满足城市 配送的需要 据我所知 在香港 它是法律上 是允许 进行货物配送的 但是它有研究 你比如说 它的货物的载重量 不能够超过 这个有关部门 核定的人员的 总的货币量 它的马货的高度 不能超过 等等它有一些详细的规定 它不管怎样 它为 国家的配送 提出了 产生的出路 但我们 中国政府的 有关部门 怎么去研究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 很多经验 包括香港的经验 也会做 我们去借解 城市配送物流企业 最迫切需要 解决的困难 除了城市 配送 不难走 另外一个 是重复纳税 负担过重 比如说我们给 这个 做这个 物流配送的时候 我们收入了100万 我们这100万 去潮付给我100万 我给他 100万的 我向 搅带了100万的 相关 在后面呢 我们假设 把60万的业务 外包给 其他 运输户啊 运输 请他们去给我们 完成业务 给他们60万 他们又要给我们 开60万的 运输院的发票 他给我 他付了60万的税 我们两家实际上 共同在 却潮是取得了 100万的收入 可是我们纳税 纳了160万 的业务 所以这个造成了 重复纳税的问题了 国家税务 全部 包括物流 联合会 发改 几年前 就意识到了 这个问题 2005年 开始选择了一批 物流税收 优惠的试点企业 德利德也是试点 为试点 虽然自己的公司 不用重复纳税了 但对于物流行业来说 玉民认为 解决力度 还要 但是现在问题是 税收优惠试点企业 现在全国就400万家 全国现在据统计 有70万家 物流企业 有3万家左右 具有自开票纳税人 资质的物流企业 他们现在目前 没有享受到 享受税收优惠的试点工作 是从2005年开始的 四年过去了 试点工作 为什么还没有 全面推广 玉民说 因为我国的物流企业 大大小 粮有不齐 国家税务总局 判定到底谁 是真正的物流企业 但是我们跟税统 在交流的时候 税统都说 我很难把握 比如说我认可 重复纳税 是确实是事实 应该减重复纳税 可是你们说的是 物流企业 应该避免重复纳税 交通运输企业 就没有了吧 运输企业 是物流企业 它本身就是做运输的 它不存在包的情况 它有什么 可重复纳税的呢 这个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运输企业 就不应该 没有重复纳税的问题 只有物流企业 才快快报 那么这个时候 税统就问了 谁是物流企业 你告诉我 谁是物流企业 你说我给这些 运输说 其实对于什么企业 才算是物流企业 国家是有认定标准的 尽管国家水平总局 也参考了这个标准 但在税收优惠 试点企业的选项 显得还是十分谨慎 运输告诉记者 付纳税省下的钱 可运输型的物流企业来说 可不是比想 这家物流企业 一年的销售收入 是一个亿 其中有六千万的业务 外包出去 一万百分之三 缴纳营业税 就能减少一百二十万 同富纳税 现在企业的利润率 一般都在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五之间 这样起算 这家企业一年的利润 也就在三百万 五百万之间 可以看出 省下的这一百八千亿业税 就在公司利润的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十 如果企业拿着 省下来的一百八十万 再次输入到经营中 无疑创造 它的价值 另外 所得税 属地纳税的问题 在域面看来 也是合法 但不合理 跟其他的制造企业不同 物流企业 是全国网络经营 在全国各地 都有独资此公司 比如 新公司 盈利一百万 南海公司可能亏损一百万 两个公司合起来 就不应该缴纳所得税 那么北京这边 我要纳一百万 得所得税 百分之二十 我纳二十万 上海是亏损 亏损就算 实际上合在一起 不应该缴纳所得税 变成缴纳所得税 因为重复纳税 和所得税 属地纳税的问题 在各地的行业 也一样存在 只是因为物流行业的 网络化属性 和整体利润太低 因而无法承受 这些长期积累的问题 得不到解决 不仅仅是影响了 物流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 对制造业和商业零售业 都有影响 比如说 我的物流成本增加了 我都告诉缺巢 我不行了 你得整加 那我的成本 也得到缺巢去了 那么缺巢的成本 它也不会消化 那么只好 我的产品涨价 又转据会上去了 就是物流 它是服务于整个经济的 它不像其他 它服务于经济 经济不能缺少物流 经济的核心是 商品交换的核心 就是物流 没有物流 是经济 这样子呢 物流和经济 是变形的 你要解决物流 这个效率提高 就可以提高 经济的 所以为什么国家 这次把物流产业 列入调整 新规划 我们也太英明了 城市的物流企业 生存 能够恒天 和管部 一起躲 猫猫的游戏 而且长途运输的 物流企业 又有着不一样的烦恼 一家长春的物流企业 告诉我们记者说 它去年 的罚款 竟然达到了 7000万元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长春 陆节物流 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门 一家大众 做车配送服务的 物流企业 每天都有 220辆货车 从长春 发往全国各地 孙金告诉记者 陆节本身 只有一千多辆车 多辆是合作伙伴的车 去年 一汽大众的 汽车生产量 从40万台 增长到60万台 他们需要添置 一批新车 可新车来了 企业的利润 却大幅下滑了 我们去年 增了500台新车 但是运输商 机性都不是很 我们预计 本来有800台的 这种新车 增的这种计划 但是最后 应该落实的 就不到500台 去年我们 今年盈利1000多万 但是我们的收入 是一个亿多 是一个亿多 实际我们 不到20% 是这样 按照常理 车辆增加了 多了利润 应该 可新告诉我们 车辆增加后 罚款随之 企业的一大半利润 都被罚款吃掉 孙金给我们 算了这样一笔账 正常来看 公司的毛利润 应该在10%左右 而把罚款 也核算进来 毛利润就只能有3% 最多也不超过5% 去年我们公司的罚款 我们1000台车 我们统计了一下 我们公司的罚款 应该在2000多万 那么 加上合作伙伴的车 我们去年 统计08年全年 我们管辖的3800辆车 罚款在7000万左右 是最大的水平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占了整个的 收入了多少 应该说占整个利润的 40%到50% 是什么一个概念 这样的罚款额度 攀到每辆车 每个月要支付 2000块钱左右的罚款 而且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孙金说 他们公司 有很多车 是承包给司机个人的 也就是说 一部分罚款 由公司承担 而司机自己 也要负担一部分 为什么车一上路 会被罚呢 孙金说 目前 我车辆运输车 大多数是 缴急列车的结构 更加2004年实施的 道路车辆外扩尺寸 轴鹤 及质量限制 准规定 这类车辆 总长应该控制在 16辆车辆车 一辆这样的运输车 最多只能装载 6辆轿车 在长春物流 我们看到有很多 这样的乡车 每车的长度呢 大概是在25米 但是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呢 这样的乡车 标准长度 应该是16米5 也就是说 从车头 现在的这个位置 是标准的长度 到处来的这六七米 意味着什么呢 这六七米 这个后面 还可以放下两辆 这样的车 如果我们把这个铁 把出来的话 那么在这上面 还可以再放两辆 这辆车的司机告诉我 如果他给一趟活 不拉够十辆车的话 是根本挣不到钱的 只有拉十台车 才能够挣到钱 一辆这样超长的 运输车上路 到底会被罚多少钱呢 我们决定 长春出发 跟车一路到上海 看看这一路上 究竟会遇到什么情况 张师傅干这一行 已经八年了 对这条线路很危险 这次他拉了八辆车 按照规定 多了两辆 发现 一路上 从我们身边经过的货车 拉上的非常普遍 还有的 装了二十多辆 一路上 张师傅给我们算了算 干一套活的成本和费用 从长春到上海 总共两千五百公里 一辆大车 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 邮费等价 共计支出九千二百元 阿拉的小车 公司给他们的费用是 每辆车每公里 零点三四元 按拉伯的计算 总共是六千八百元 说在没有任何罚款的情况下 一趟下也要亏本两千四百元 像我们这车 现在拉发 本身费钱 在我这车的 允许地调一下 保证我能不 赔本 我赚钱 目的是 回程 赚到点钱 就回程的时候 公司不给您赔货 您自己找点 我们自己找货 对 往回拉 能挣到钱 能挣点钱 虽然大车的速度 每日平均六十公里 但车上 不顺利 晚上九点左右 我们到山海关 张师傅遇到了第一次罚款 刚才那个车 不是可能是被咱们拦了吗 哪个车 对 好了 我们想问一下 什么原因 那个 我们那个 拦一下 就它的 什么超载 或者什么情况 就拦一下 车的那个 现重 这张称的单据上来看 张师傅的车 核定载重量 是32吨 而现在 是33.8吨 因为超重了一吨 被罚款了200元 根据交通法 那个低于百分之 它就出二 张师傅 如果下 自重比较重的车 即使按照规定 是拉六台 多紧 拦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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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知前面封路 要他们从高速路口出去 我说我这车的话太大了 下去都不容易 我就在这个边上的话 停一会儿 什么时候开了呢 我们什么时候再走 他说你下去吧 就这样 没关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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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permanent school building going up next door the students are feeling more optimistic everyone has high hopes for the new school many of the new schools are being built by engineers and construction wor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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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s from outside the region and among them a team from QGen have made a particular impression of the quality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ir work 我们书记要求 when given a quality assessment when given a quality assessment by the quality of the school was awarded the quality of the school was awarded the grade of excellence 这一次我们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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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灾区看到很多倒塌的建筑都发现这个楼梯是一个薄落的环节 主要是楼梯的主要是施工的时候不精细 施工缝 施工缝的时候比如说没清理干净 施工缝的流色工业很粗糙都会导致它的工程质量下降 所以说这一次的话你看到我们楼梯的这个施工缝 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楼梯的施工的运行程度 那也就确保的工程质量 The constructions of the walls are of course another area of special concern and thorough focus 八度抗震的它这种纳结晶是通常沿着墙体通常设置的 不是八度抗震的墙只有在柱的旁边它延伸了这个80公分左右 通常设计就可以把整个墙体的稳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 跟构造柱连成一体 形成一个整个的框架把整个墙面的瘦力的风格变小了 单元变小了它稳定性就提高了 终于过去了你不要说少上讲说要进去不要了 这边刚好跟那个梁地水一样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from the city of Xiamen has specific concerns about the project's quality and standards 整体看机台就是观感就是整个看着讲比较舒服 没有凹凸感的感觉那个水平飞放平直平顺沙江宝马 Many of the workers come from a warm coastal region and they have to adapt to the very different climate of Sichuan which is often difficult for them 因为这边比较寒冷 一来就经过一段的施工你看我们的手都 你看腫了你看冻仓了 你看这个手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想到了这个沿建灾期人民 有的孩子还住在板房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再苦再累 我们要赶快加紧速度 保证保量尽快把这个工程完成 这边也是紫红色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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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在播这个四川地震的情况 就是 就是 看了比较 那个场面 不是特别 那个 那个 所以才 主动要出来 来这边 跟他演讲 这边 对 就是 隆 这边 是 这边 是 是 家里也是很刺激的 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哥哥 要来给他们说 你跟过去家里有他们 有什么事 他会及时跟我们 联系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ichuan schools and the plight of the Sichuan children has received nationwide attention and premier Wen Jiabao has even visited the area it's perhaps this nationwide attention which is the reason this school has been built so quickly although it's difficult to tell right now the school being built around me which has already had a 30 million renminbi investment is going to have rainforests and waterfalls the true traditional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feng shui and it's been designed in cooperation with a famous taiwanese designer and it's due to be completed in about six months and i can't wait to see what it's going to look like ean hean 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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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双层抹面 上面有一个空气口 然后我们的窗子设计的话也是这样考虑 上面有北叶 下面也是有北叶 中间的话是双层中空波丁 这样的话冷空气也可以从下面进来 然后从上面变成热空气排出去 这样教室里面就比较凉爽 这个房间离门口的距离都很近 这个位置到最远的距离大概10米左右 就是很快的速度能够跑到通道 然后通道的走道 有两个门很方便能够跑到此外 然后走道的宽度是2米4 但是这个走道离楼梯的距离也是很近 从那个走廊就可以看出来 整个走廊就把那个房子都联系在一起 二层是这样 一层也是这样 觉得可以很方便地从这个教室 然后到另外一个教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And in a sign of good things to come one new school building that houses more than 900 students has amazingly already been in use for several months 这边传什么样的关系 这边传什么样的关系 清平小学的白鹿楼是教卸楼 就是7月12号开工 那么08年的10月11号 就是汶川地震发生半周年以后 那么清平小学的学生搬进了新的课堂 整个厦门在这个沿建的质量要求 就是要把下门最好的资料 那么用在灾期 以前的这个教学楼比较落后 光线不是很好 以前教室里边只有六盏白纸灯 而现在这个教室里边 这个是昌明分散了明亮 看见分散好 我们这个教学楼是抗巴黎地震的 应该说住在这个新楼里边 我们再也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运作 我们再也没有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运作 在这儿你们没有舒适的床 没有可口的奋才 我画的这两只手是我们在一起 就是我们那么多舌在一起 然后握着手 就代表我们中国人心连心 然后我画的一个小女孩 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她们帮我们建立了新学校 让我们过去了好的生活 我们就在船上 又看着她们觉得她们很辛苦 对她们很享受谢谢 在这些美专和与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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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但我们只希望 如果他们长生的孩子 这些孩子继续回来了 他们可以忘记 了这些过程的过程 然后再想念到最后的一个未来的 年长的新楼子 然后在这些年龄里的新尴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